HELLO HELLO 各位,歡迎收看鹹輝的民道 一眨眼就到12月底了 這個凍凍不安的2022年就很快就過完了 真的有點反應過來了 今天我就打算帶大家去鄉下地方走一下,冷靜一下 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地方就是之前爬龍船那裡來的 在佛山的南海,也是碟教那一頭 在廣東,特別是在珠三角那裡,多數的農村就是這個樣子 一棟一棟那些三四層左右的村屋就分佈在河蔥的兩面 有很多的樹,很多的池塘,還有很多的文魚館 什麼叫做文魚館呢?通俗一些廣東 就是打麻將的地方 廣東這邊的村屋就不會像江南那邊那樣統一的樣子 那邊那些多數都是白牆灰 看上去幾公公整整的,整片都好看 這邊是不會的,這邊多數都是一棟一棟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等一下會和大家講一講 還有呢,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裡的村是不會有田的 因為這裡的人是不會耕田的 只會有水道,很多橋 那些水道彎彎彎彎彎的就半川射村了 那說起水道,整條村 我又不得不和你們說回另外一個地方 那就是江南那一帶 如果按照那邊的標準來說 南海這邊的村其實都可以叫做水鄉 因為不僅說起那些什麼水多,河道複雜 這邊其實都不舒適 但是因為珠三角這邊的那些農村 普遍又沒有什麼發展旅遊 所以就沒有用水鄉這個稱為 那在珠三角複地的農村 我又不耕田,又不搞旅遊 那會不會很窮呢? 那其實是不會的 可以說佛山其實最有錢的人就是住在這邊 那為什麼說這邊的人有錢呢? 那看一下其實這裡的村 每條村都會有很多龍船 那其實一條龍船都幾萬一條 那而且他們每年這裡都會搞這麼大壇 那些什麼炮龍舟那些 你知道他們多有錢 那這裡那些村的錢是怎麼來呢? 那就是賣地,租地 那這個就是珠三角農村和珠三角農村發展的一個分別了 那好像南海的千燈湖啊 那就是車城啊 還有貴城那些一堆的那些水業廣場 其實之前那些地都是這些村的 那因為城市是不斷地發展的 那政府就蒸了那些地 然後補花一大塊錢 用一堆屋給那些村民 所以之前就說佛山其實最有錢的那些人就是住在這裡 而且這裡那些村子 加了一下還是比較喜歡租地 給那些私人老闆做 小作坊啊小商店 什麼都租啦 所以這裡那些屋基本上 可以建這麼高就建這麼高 高極都是五層樓 你一次過租出去 那你就可以想一想 你一個月有多少租金了 因為那些村民就不只是做一棟這些屋 那你說是不是這條村都是這樣呢 其實都不是的 有些村都會有些上進心的 特別是近幾年這個網紅經濟發展 很多都去湊一下熱鬧 想搞些名堂出來 就好似這個村子 因為以前他有一個菲 Maggie 存販的倉庫 現在還不是在那裡存販 所以他拿了以前那一塊地出來 搞了一個特色產業園 也就要吸引到那些人過來走 Rapid 但它始終是差一點的 畢竟這邊的農村思想都是差不多的 我收租就足夠了,其他玩玩就算了 今天大家看到這條影片是11月份的拍攝 那時天氣一般般,陰一下天氣就好一下天氣 所以整體氣氛比較沉 加上開放了之後,我都感染了 雖然幾天都陰了,症狀都沒什麼 但身邊的家人和同事都慢慢感染 所以沒什麼心機去拍攝,去做其他事情 拖這麼久沒有更新就是這個原因 來到這個12月,佛山一條地鐵 終於隔這麼久,一直駁到大樑 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走回順德 以後都會比較多地去順德 去走一走和你們介紹一下 畢竟我其實對順德都很熟 小時候也是經常過去的 好啦,今次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